外汇储备全面耗尽 国内的经济崩盘 在上个星期二宣布破产的斯里兰卡 街头抗议越演越烈 抗议者冲入了总统官邸 总统狼狈逃离 总理的住宅也被抗议者包围纵火 那总统住宅被抗议者占领之后啊 那里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总统去了哪里 斯里兰卡六月份的通货膨胀率 飙升到54.6% 那预计未来几个月 还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至70% 而斯里兰卡国内已经是连续多个月 都在面对着食品燃料和药物等等 必需品严重短缺的问题了 如今当地持续几个月的街头抗议 是越演越烈 斯里兰卡警方在上个星期五晚上 宣布实施戒严 并且出动了两万名的军警严阵以待 不过愤怒的民众违抗了戒严令 还迫使铁路局的人员 开动火车把他们载送到首都科伦坡 去参加星期六的大型示威 促使当局最终解除了戒严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在示威者闯进总统官邸之前 总统拉甲巴克萨呢 是已经逃离了官邸 不知所踪 斯里兰卡的国防部官员告诉媒体 总统已经在军人的保护之下离开 不过具体的行踪没有人知道 英国BBC报道 总统是已经搭飞机逃离了斯里兰卡 也有媒体报道说 总统在科伦坡的港口附近 准备要搭船逃离 而就在大批的示威者 闯入斯里兰卡总统和总理的官邸之后 总统和总理这两位最关键的国家领导人 也先后宣布愿意此日下台 并确保全力和平交接 让新政府接任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街头示威越演越烈 示威群众昨天朝着总统拉甲帕克萨的官邸前进 沿途突破多道路障和防线 就连警方发射催泪弹驱赶 也无法拦截并阻止愤怒的民众继续前进 镜头转到斯里兰卡总统拉甲帕克萨的官邸 从高空俯瞰 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人头涌着去总统官邸 在总统官邸外 可见数以万件的示威群众 拿着国旗爬枪闯入 身穿军服的防卫队根本无力阻止 而在官邸内 走廊和楼梯全面被疯狂的示威者霸占 还有示威者直接把总统官邸当成自己的家 试躺试坐官邸内的沙发和睡床 而另一批示威者则是跳进官邸内的游泳池 细水消暑 这些人都能够呛呛 这些人都能够呛呛 霸占斯里兰卡总统官邸的示威者告诉媒体 他们发动街头示威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总统拉甲帕克萨下台还政渔民 然而就算叫后总统已经宣布愿意辞职下台 但依旧平息不了示威者的怒火 大批示威者在入业之后 转移阵地包围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住家 不只推倒军警的警戒防线爬墙擅闯 有示威者甚至还企图纵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